如果不加入我們講師的時間 我們現在就請吳增遠講師來為我們講 用心迎接新師DLV 熱烈掌聲來歡迎我們的吳講師 吳小姐 人到終 終到終 請休教 各位夥伴各位家好 今天很大榮幸能夠在這裡跟大家見面 今天全蒙上天使杯還有天使人的嘉批 讓後學能夠有這個機會上來這裡 然後跟各位夥伴聊一聊 其實剛才超齊把後學講的太好 其實後學沒有什麼好 因為老實來講的話 後學在求學路上或是不管在任何一個部分的學習 其實都沒有說特別特別的優秀 只是可能是上天提妹啊 真的是幫助後學很多 那今天呢 其實是後學第三次來到我們的神人山莊 那第二次 其實不遠就在上個星期 上個星期剛好是 英國聖堂的落泉典禮嘛 那後學呢非常榮幸的 有後學的爸爸開車 在後學一起過來參加這個盛會 然後呢就有四處參觀了一下 還有去那個小公園啊 還有去那個小公園啊 那邊晃 然後來去買很多人都吃 然後吃得非常開心 那這次呢 下次第三次來到祝賓金方 那心裡面就非常開心 因為一個大佛堂的成立 因為一個大佛堂的成立 他在之前呢 必須付出很多很多的心血才行 那所以說呢 今天我們大家能夠在這裡聚在一起 然後有這麼舒服的空間 能夠讓我們一起在這邊學習 真的是一件非常難能可貴的事情 那後學欸 就回來聊到後學前面有 有那個 Poward Point 但其實後學在這之前 根本完全 Poward Point以前大佛學過 可是就想說 可能你會不會用到 那沒關係 那後學要來這邊學習的時候呢 後學爸爸就一開始就說 人家這邊有黑板囉 你要趕快學 Poward Point 人家幫他想吃在上面 後學會很緊張 然後在想說 怎麼辦呢 為什麼本來只是想要準備要講些什麼東西 現在變成又要多學 要Poward Point 就很緊張 這邊好準備啊 然後因為後學也是 以前雖然知道 可是現在算是第一次去真正實力的操作 所以說根本就是 一點經驗都沒有 然後要去問人家 然後後學爸爸 剛後學已經有學科會 他就在那邊跟我謝 就說欸欸欸 好很厲害喔 教我們在高中裡面啊 教我學Poward Point 要不要我教你這樣 後學就這段時間所準備以外 還做我簡略的這個Poward Point的報告 那所以說如果不去非常的 好 然後也沒有很多的圖案啊 還可以欣賞畫 也請各位小家 原諒一下 不過後來呢 後學在這段影片跟演講師 談論過一次 才發現好像也不一定要做Poward Point的 只要做Word的 把那個資料弄在上面就可以了 所以不知道 這樣是好還是壞呢 因為這樣 這樣後學又學會了一樣東西啊 又實際通過一樣東西 那現在呢 後學要跟各位夥伴一起分享的 就是用心一接一試劑 因為當時呢 真的不知道後學可以講什麼 因為其實後學在學習方面 還是需要很多 需要加強的部分 所以說如果說在中間有什麼 值得討論的地方啊 那可以請各位夥伴 能夠跟後學分享一下 沒有關係 那不相求進步 那壹世紀呢 我們知道說 我們現在進入了21世紀 真的蠻難得的 不知道各位夥伴那時候 剛剛進到新的世界 所以我們去倒數啊 好像感覺非常不一樣 因為我們大家都不去不睡覺 都必定跑去 那種人潮擁擠的地方 然後在人群座 然後五次都一座 耶!21世紀 然後後來 好像沒什麼不一樣 其實 我們的社會 我們的世界 都不行了不行了 不行了 在跑 那 變化是非常非常的迅速的 所以呢 接下來想要讓 各位夥伴先看一下 不太會剛好吃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好被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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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來了 出來了 好 好 那首先呢 或許要先簡單的介紹一下 我們現在的新世界 我也覺得說 我們世界在變動速度非常非常的高 就好像是一波一波的很大的浪潮 一直拍打著我們 然後我們就在裡面漂浮漂浮 然後 然後 潮往南邊走 我們就往南邊走 一點水波浮流的感覺 所以 可許就 不知道各位夥伴有沒有看過飆車 現在 海中 海中地區好像又 又開始流行飆車了起來 但有沒有看過那個新聞報導 香港社會最氣勵呢 他們去拍他們飆車那個情形 如果說那個飆車的情形 他們衝衝直線 那到時候還其次 最厲害的人 差不多都沒有看過 就是 逼著頭下去飆 他呢 只要他是直線沒有錯 他眼睛是不看 他是把頭低下來 這樣 然後又往前衝的 那這個是非常非常驚險 有時候 不小心的話 也是會受傷 但 後學就想到說 其實我們的視界 就跟 我們在飆車是一樣的 我們以空前的速度 上前奔許 或是呢 我們根本就來已經想 我們會到哪裡去 最好現在飆車一樣 我們頭幾乎是沒有時間 停下一次思考的 那 我們後學是學文學方面的東西 所以在文學上 接觸比較多一點 那 你記得 陳寗 就是 可能有些 有些 有些國伴已經 對博動課門沒有印象 而且現在有一些新的教材 那 陳寗呢 他曾經在 博動課門第四冊裡面 有一篇文章是 編律館結錄的 叫做聲音中 有看過這篇文章的 夥伴舉手 好 放下 好 那呢 他有很多新詩的作品 但其中呢 有一首詩就叫做走所者 什麼叫走所者 走就是走路的走 所就是神所的所 就是軍部者有那個者 叫走所者 那 他裡面的內容就是在講說 其實我們每一個人 就好像一個走所者 真正像老馬戲團的表演 他不是都會有人在很乾爐上嗎 然後他可能拿著球啊 在那邊玩球啊 或是拿那個大的那個棍子 在那裡保持平衡 然後在上面做一些奇特的動作嘛 那後面有講 其實我們每一個人 都像是一個走所者 我們在這樣子一個 很危險的地方 處處 長的危險 處處有危機的地方 我們要遇見一顆很大的球 這一顆很大的球是什麼 你們知道嗎 你們知道這顆球是什麼嗎 你們在這個危險那一條神果上走 可是我們唯一接受的是 一顆很大很大的地球 就是我們現在的世界 我們現在的這個世界 這個社會 那我們要把他帶到哪裡去 我們是非常 超常都是不知道該怎麼做的 甚至是非常危險的 因為我們完全沒有任何的 不知道我們依靠在南岸裡 大部分的人現在幾乎都是這樣 但 所以這個要放巢呢 我們是要跟著他走 這樣子跟他這樣拍打 然後人都要留到哪裡 還是我們要自己的方向 要自己沒有要 這個我們接下來的地方 後續會再跟各位伯伴做介紹 那接下來呢 就要進入到正題的部分 好 現在要介紹一下意識記的現況 這是後續整理的 但是不見得是完全正確 不見得是非常的完整的 那如果說有補充的地方呢 其實各位伯伴都可以在自己去想 首先呢 後續就要講到我們的意識地流 哪些是什麼樣的一種事件 第一個就是資訊發達的事件 第二個呢 就是物質優惡的事件 第三個呢 是全球化的事件 那首先我們先來看一下 資訊發達的事件 在後續大四的時候 不知道各位伯伴有沒有 對於我們社會的一些動態 有一點點觀察度 像後續大四的時候 那時候常常流行 一種電子器具 就是BB Call 因為大部分伯伴就靠到BB Call 就是那種隨Call隨當 那種一小小一顆 那時候大四的時候 就有自己身上就有電扣 就覺得很炫 就覺得說講解很高級耶 其實很很棒 所以我們就想到 畢業以後呢 畢業以後 大四大五去實行 已經開始用你手機 其實大四就已經有些同學 要買手機 大五的時候 就是我們實行那一年 幾乎每人就一隻手機 結果發現 怎麼會這麼快速呢 現在是不只一隻 可能兩隻三隻 又很好便宜嘛 又可以有新手機啊 又可以有新手機啊 大家就會拼命的飯 還有那種收集手機狂的 有沒有 大家正常就很多東西 避來避去都不知道是誰的 資訊發達很好 還有呢 像我們網路非常流通嘛 對不對 像以前的話就是 可能中國發生的事情 外國不會知道 可能要過後 之後就才會知道 就是訊息流通的速度非常的慢 但是現在就不一樣啊 現在呢有網路 而且呢從以前的波階 到現在的ABSL 甚至還有無線上網的 所以你到哪個地方 你都可以隨時掌握 整個全球的資訊 最強最強的快 而且你看我們以前 我們唸一本書 但用原本書 唸一本文文這麼厚 一本史跡這麼厚 每次我們就唸一本 都要報航中 可是現在呢 只要你有網路 你上網 你隨時隨地都可以查到 這些史跡裡面 所記載的資料 那麼後來一本書 在電腦裡面 根本就是 包包的一片 你隨時隨地 都可以獲得這些資料 但但是我們仔細想想 真的有的時候 我們常常說一句話 說水能載舟,然後接下來載舟是什麼? 應能輔舟,對 有的時候,都是好沒有錯 它有很多的優點 但是,如果你從另外一方面 你不去思考它會帶來老大處的時候 它常常都會不自覺的 就會進入到你的生活當中 浩米包都靠學的帶國中服務嘛 那國中生,尤其是男孩子 非常非常非常喜歡 極度的喜歡玩電腦 現在網咖又非常非常盛行啊 那時候,剛開始出現的時候 幾乎大家,因為它真的很便宜 對他們來講,他們覺得很便宜 因為家裡不多介紹了嘛 你要按那個遊戲,你都弄到 往半鐘來不及 到外面去又吹冷的戲,對不對 又有東西吃,又有東西喝 然後呢,速度又快 所以他們非常非常喜歡去網咖 那當時當出現的時候 甚至有家長跟後學講說 昨天晚上一整天,他兒子都沒有回來 然後呢,他不是睡覺的時候 他睡覺的時候有回來 然後有一天呢 他半夜大概三、四點的時候 要起床來上廁所 就發現,為什麼家裡的門是大開的 沒有火,是開著的 那不是很恐怖嗎? 半夜自己家裡的門是開著的 然後他就發現他兒子不見 就是我們門班上的學生他不見 然後他就偷偷趁他媽媽睡著 三天半夜衝去網咖打網咖 想說等到六點再回來 看已經瘋狂到這種地步喔 而且呢,通常其實啦 你說你跟學生講說 你會不會轉到我去網咖喔 誰要去網咖啊,就要揍人喔 那是開門的 因為他們也不可能 隨時推力二十五個小時 去監督他們去哪裡 那當然的呢,學生就會 自然而然的就是會 無限制的去 因為有的時候甚至是早上 七點半早就說要到 那他跟媽媽講說 今天晚上早點出門 因為我們今天要吃 好,他六點半出門 去網咖 順便遲早餐再來 然後就遲到了 那就是能夠把握 能夠把握多少時間 用把握多少時間去玩就對了 那那個時候呢 後續我覺得 不可能 你一直跟他講說 不能去 不能去 他們就不去 就問他說 為什麼網咖這麼好玩 他們就說 好玩喔 那圖案啊 人物啊 非常好玩 而且還可以跟人家 線上交換啊 什麼什麼的 多好 那 是啊 因為我們都不會去嘛 我們都很少去嘛 因為他那邊也不能停擋啊 對不對 如果要成長 要弄什麼網路 就很麻煩 那後來呢 有一次經過 一點點 就是有一個學生 跟候選人比較熟 就是說 他什麼事情比較容易講 然後呢 他就講 你在那邊敘述 他們去玩那個 電... 電腦裡面的遊戲 很流行是天堂啊 什麼地幾代 然後他們就換什麼天幣啊 天堂的錢幣是不是啊 所以他都可以賣錢 還有很多武器 那你要怎麼樣 有這些天幣還有武器呢 就是你們要不停地坐在電腦前面 然後按著那個滑鼠 練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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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你升級了 然後升級以後你就有天幣 然後給人家打練功練功 然後有武器 所以你要花很多時間 再按那個滑鼠 等等等等等等 就像柯淵剛剛講 按很多次 然後就說 老師 這樣很好玩你知道嗎 因為練功你會覺得有武器 還會有錢 有錢幣 然後呢 如果我很高級的話 就可以跟人家謝 後來我想一想 我就說 奇怪你們真的很奇怪 你們說練書很無聊 就一直重複的背 如果是國文的話 是背注式嘛 對不對 然後背注式才會得分 一起兩分都不錯 兩次就沒分了 背注式 要努力的背 要重複很無聊 但是你們之後電腦前面這樣 按按按接接接 練功練功不也是很無聊嗎 而且你電腦一拔掉 沒有了 你的天性在哪裡 你的武器在哪裡 我就問他說 難道你覺得你練功練完 你真的能夠從這裡 飛到升旗台去 你不用走路了 你真的能夠 我那個武功高翔會 新功會怎麼樣 水上漂流都沒有 他會想 一直想 好好好 哪可能 可是 為什麼他們又會去做呢 這就是我們其實在 老子的道德經裡面 念過他說呢 五色會使人怎麼樣 為嗎 當你看到很多刺激 很多顏色 深蹤上火的時候 你會麻木條 當你回歸到原始的課本 或是原始的經典 或是一般日常生活 你會有辦法接受 因為你的刺激已經到最高點 所以你會覺得生活不早發味 所以真正 我們常常做以前的很老後扣啊 以前的很多我們啊 可是真正所有的電子動品 充足在我們生活當中的時候 我們真的是一個影響的身體嗎 真的是一個非常美好的未來嗎 其實不一定 而且我比較給我伙伴 那種經驗 如果你在電腦前面太久 不僅是雕方背後 而且你會不想跟旁邊的人說話 有一種自我封閉的感覺 因為你就在網路上跟他聊天了啊 對不對 你就知道你自己美妙的那種理想幻想 因為實際上的人那麼不幻想 你會覺得你們這些人真的是討厭 你就會拒絕 好像把自己封閉起來 你就只是電腦的朋友而已 所以電腦它好處就是 它可以幫助我們的東西 我們送你家的電腦方便 我們把它用在好的地方的話 確實可以幫助我們的成長 但是如果我們只是把它用來玩遊戲 或只是用來上網聊天的話 經濟了以前有一個廣告 Signet的廣告吧 就是那個電腦 電腦在那邊長腳 然後又說他要離家出走 我的主人 你都為了你 什麼 你每天都只是上網 尤其都沒有保留好險的利益 所以沒有離家出走經濟的廣告 對就是這樣子 那這些發達的事件呢 有一個很好笑的事情就是 後者前後離家我們一篇文章 他說 他那個故事裡面 講到一句話很有趣 他就是要說 這個基因 耶穌啊 他在哪裡生出來 在哪裡誕生 在哪裡誕生 什麼 馬槽 馬槽對不對 好 那些人家就講說 現在電子化社會 到處都有那個警報器啊 你隨便碰到人家的家裡啊 或是你躲到人家的哪個地方 都有感覺像是有地雷 隨便踩過去一下 大小 然後檢查就跑來抓你 但是 到了這幾個話 耶穌要去哪裡降生呢 他連一個馬槽都找不到 因為每個地方 那馬力量是要去生 要去哪裡生 生那個小貝伶的時候 他去哪裡生呢 好 這是一個很有趣的現象 蠻好笑的 當然 這是開玩笑的很好 好的 第二個就是 我們現在已經有過的世紀 不只用過的世紀 我們知道說 現在的生產力都非常非常的強 生產力很大 一樣東西可以 一下子時間 就很多人同樣都不出來 所以說呢 如果電視廣告 如果公司他不去鼓勵你說 我多少費一點的話 那他的東西要往哪裡跑 所以說整個我們的社會 因為大潮流都在鼓勵我們消費 最近有一個廣告 後來真的還是 覺得那種廣告很好笑 很快學 那時候也就是女生嘛 買東西吃東西 買東西吃東西 然後後來就到了 稻草飯店休息了 最後還是 哇 買東西吃東西 買東西吃東西 然後 你在看我的廣告 就覺得很好笑 可是你想一想 也很可悲 難怪我們一輩子 每一天我們 買東西吃東西 買東西吃東西嗎 好 可是這個是電視的廣告 這個電視的廣告 對我們人的影響有多大 他要我們覺得說 這個就是真正的生活 這個就是我們 一邊要過的日子 可是真的是這樣嗎 人逃避問題有兩種方法 一種方法就是你 你沈天躺在那邊 沒事做曬太陽 喝下午茶喝咖啡 然後又不去想 第二種逃避的方法就是 你不停的買 不停的到 不停地去吃喝這個 你今天也要去想 我今天不想管 我要怎麼去想 管 不去解決 就是不停地去懂 不停地去口 不停地去想 吃東西 去忙碌自己 可是在問題上 是繼續重 towards 這就是我們物質優惡性的世紀 各位伙伴你們因為都學過一些藝術史啦 美術史啦 不知道記不記得我們的19世紀跟20世紀 在藝術方面比較有名的 19世紀20世紀是藝術非常發達的時代 19世紀到20世紀當中會有舉個例子 美術在藝術方面有印象派 念過國中有都知道 有一個很有名的互相派的畫家 在聖林子的《生之歌》出現過 他跟聖林子的交流非常相同 靜靜的那人的名字 雷諾王 他也是得了這個公司關節點 他就是印象派的畫家 你看他是他的畫 雖然是他的身體最高的痛苦 雖然是他畫出來的畫 卻是充滿著色彩的 卻是快樂的 都是你可愛的 令你心情非常好的 你會發現19世紀跟20世紀 出現了非常多的藝術大詞 包羅比卡索 包羅莫奈 全過我們20世紀 20世紀 大家先想像全球最有影響力的 為什麼會這樣子呢 你會發現我們人類的榮耀 我們的榮耀 從19、20世紀的藝術啊 音樂啊 思想啊 哲學啊 已經轉變到在金錢裡面 之光傳下來 那是我們21世紀的榮耀 幫我幫你們想一想吧 那接下來呢 這是全球化的世界 我們知道剛才我們講到 往路非常發達 往路非常興奮 我們說啊 世界可以變成一個地球圈 很棒 可是 不過我剛剛都發現 現在歐美正在進行 不管是歐美 不管是別的國家 比較強勢的國家 他在進行一種 新聞上的執民 你們現在遇到執民 怎麼應該都知道吧 以前不是很討厭那種執民主義 地國主義者嗎 執民就是所謂 有權勢的國家 他用經濟或者是用武器 用他的力量 然後去統治別的土地 統治別的國家人民 這叫執民 我們現在 有很強的心靈執民 你們知道嗎 因為我們哈日 因為我們哈美 我們哈海 我們哈很多東西 就是不哈自己啊 嘿 好 像那個什麼 一大堆什麼 像現在流行 波西尼亞 大家都要開始買 波西尼亞 這種東西喔 然後前一陣子 流行什麼 欸 羅曼史之前 那一位韓劇叫什麼 突然忘記了 反正呢 裡面的那個偶像 有一股相片 我們都要戴 他流行圍巾 我們要戴一下 要去馬一下 跟人家圍巾喔 頭髮跟他一樣喔 好 講得好 這一點 我們這個是跟著刷流行的 也是同步 可是 如果發現 整個世界 整個社會 如果是同步流行的話 那它就喪失了 多元化的特色 如果發現 每一個民族 每一個國家 叫他們自己的民族 不流行 叫他們自己值得 學習的對話 可是如果每一個民族 每一個國家 都只是在看著 最大的最強大的國家 流行什麼 我們就跟進 這個時候 每一個民族 多元化 就會慢慢的消失 這個時候 就是一人化 一人化 真的好嗎 如果每個人都一樣好嗎 這是上天創造我們的原因嗎 這是上天創造我們的命令嗎 想應該不是齁 那 通常 候選這件 可能看一個報告 因為會選一起來 從報告裡面想一點 有的沒有的 有的搞到很有趣 是Nokia的 有一個蜆蓋 蜆蓋呢 有的人在路上掛啊 他就 豬 報紙飛走 我警告一個Nokia 最新型的手機 會忘了什麼牌子 什麼什麼型號了 不知道是什麼 忘記了 會忘記到 他就拿起來聽 旁邊的人 很多人走過去 看到那個蜆蓋 在講到Nokia的電話 隔天怎麼樣 隔天看到的人 全部都穿蜆蓋裝 為什麼 因為剛開始看這個廣告 現在覺得很好笑 怎麼會這樣呢 其實 這就是一種盲目的 恩蟲流行 因為大家都以為說 哎呀 這是因為他們有錢人家 互利學的 所以他們穿蜆蓋裝 好 這是一個 看起來很好笑 很有趣啊 但是實際上我們在仔細思考一下 它其實有一點蠻逗子似的 所以長到現在 高一火彈 你不知道有沒有發現 二十一世紀 產生了一個非常矛盾的現象 就是 我們希望 我們跟別人不一樣 我們希望 我們站在世界的獨端 可是 我們常常會 不敢去 否定 現在 社會上的一些觀念 還有思想 還有潮流 我們很害怕 如果我們不跟上流行的話 我們會被 推擠到邊緣去 我們會被孤立 會被邊緣化 我們不感受出 跟別人不一樣的東西 我們不敢有自己的意見 可是你偏偏 不要說 我們都 都不要同化我 我自己是一個 我是有個性的人 可是我們偏偏 沒有跟別人走 我不敢有自己的選擇 不敢有自己的盤管 從前的色情文化 變成現在的情色文學 對不對 很多人都是這樣啊 很多人他 做一個型 但是他要把它 堂而皇之 把它變成那是對的 那是現在的流行 那是文學 把它斷上一個 正義的符號 那我們就說 欸這流行嘛 沒錯啊 他們說的就是對的 有時候心裡面 會有一些爭辣 會想說 是這樣子的嗎 真的是這樣嗎 可是因為 你會覺得 大家都這麼做 所以 你怎麼做 那不是非常對他的矛盾嗎 想要有自我 可失去又失去了 自我 最後 像國王的心靈 對不對 好 大家都說 有一件衣服啊 你照片啊 什麼 然後大家說 哇好快樂來拍手 只有一個小朋友說出來 蛤 那可能是沒穿衣服 你是要當這個小朋友 還是要當路邊的行人呢 好 這就是我們一致敬的一個情況 好 那接下來呢 我們後學要先講到說 嗯 先讓我們高雯 先講一首詩 好 就是 反文詩所謂的小朋友 不加 各位加計的話 就是說他跟詩的行書比較不一樣 那就是反文的行書 這樣子不要寫的 那我們先看一下這首詩 那高雯 我們可以思考一下 這首詩它到底要高度的怎麼樣 好 蘇少爺他也有一個名字叫 米洛卡索 好 那他在網路上面 跟我上的那個網站 如果有同學 呃 喜歡的話 你可以再去看一下 他說 掛在米洛的一件黃色長袖自身 於風中彷徨 於陽光中憂愁 我從午後的影子裡發現 米洛帶進我的身體 消瘦的神掉在生命的神鎖上 我為什麼是一個米洛 頭要勾在神鎖上 沒有手可以在虛空中揮舞 沒有腳可以在大地奔跑 支援的肩膀骨架 拼掛著一件清潰潰的衣服 於風中彷徨 如陽光中憂愁 自己都持在 還搖搖晃晃的在地上 投射出一個敵人物 好 剛剛我們可以思考一下 他這首詩到底在講這首詩 這首詩 有沒有國外想要自告的 就想發表起來 我覺得 我覺得他這首詩在表達實用的一種感覺 有沒有 前到這邊有沒有夥伴 給他表一下 都沒有嗎 大家都比較害羞 因為後學話講太多了 好 如果發現呢 其實 他 讓你們感覺就是 這個人的存在是一個失禮太妙的 不知道從來來 也不知道從來也是 似乎是這樣空著的 好 身上就沒有那麼一件衣服輕飄飄 我這個人其實是不存在的 你可以公開的那個感覺 你可以發現 他覺得我們人在這個世界上 覺得 我好像很虛 不實在 尤其說 那些人都已經不實在 我自己更知道我從來來 我自己更知道我該做什麼 我該往哪裡去 我還要抱怨在地上投射出一個人物 我還說我是一個人 那我人的意義 我人的目的 到底在哪裡呢 我問你我生活的價值到底是什麼 我是不我在 所以各位夥伴一定要認真想一下 好 剛剛 剛剛講到那個物質 物質優惡的學會 現在的不是我是不我在 現在是我買不我在 買了東西裝在我自己的身上 我有價值 我的價值呈現 好 如果各位夥伴你 對這首詩蠻有興趣的話 等一下休息的時候 可以 後續可以 就是 想吃到我們 後面一下 可以也是 再看看 那接下來 不到那個時間好 我們就繼續往下看 那時候 從這首詩看來 我們就會覺得 這個 自己 對人來講 對我們人來講 我們感覺好像非常的 沒有意義 好好 不是非常的實在 好 那現在呢 後續就要跟 一四季的一個狀況 好來 稍微整理一下 出現一四季有什麼樣的問題 第一個 有什麼問題呢 就是追求 夾我 遺忘生我 其實後續當中期就是一種夾我 我們要通常 好像都很希望別人來肯定我們 當我們考試的時候 我們考得很好 很不錯 欸 我們就希望老師說 欸 龍龍寶寧不錯 我們都進步了喔 我們需要別人的鼓勵 從小到大都是一樣 我們做一件事情啊 小弟 掃得很好囉 很認真喔 都沒有灰塵喔 很用心喔 好 我們都一直需要 依靠外的東西 來給我們自己肯定說 我是好的 我在這個社會上 我在這個世界上 我是 有用的人 最終的假我是什麼 用什麼方法 我們常常會喔 怎麼樣的想辦法讓別人來重視我們 有兩大方法 第一個就是 你 就是這個物質上的 好 比方說 穿 要戴很不齊的包包啊 好 要什麼 什麼Elly的啦 有朋友的啦 那些標Nike的啦 從頭到尾都是那個名牌 而且那個名牌 那個標籤 我們去買那個衣服 我們都會有一個 就好像陷在外面 走路 搖搖晃晃晃的還可以 其實搞清楚 看 看起來雖然差不多 可是這是名牌的 好 你會認為說 只要我有這些東西 別人看我們的眼光 就會不一樣 可是其實 你仔細想一想 他們看的東西 到底是名牌 還是那些名牌呢 好 他們注意得到 是不是名牌 是那些名牌呢 方法喔 前面我們剛剛講到 這種物質方面 我們說那種消費標籤 外面在線上標籤 你是什麼 壞小孩 你是什麼 可是我們會用名牌 來給我們這個標籤 好 我們是Elly牌的 我們是Nike牌的 我們是Swatch牌的 有什麼沒有 而我們也就 顧虐 我們買這些東西 是要實用 是讓它用主 不會壞掉 還是說 我們只要用名牌 好 接下來 到底 第二種方法 去讓人家肯定 通常都用什麼方法 就是 名利 什麼叫名利呢 不是只有選舉的時候 那個選舉人 在那邊 互相攻擊 然後能夠上立委 或者當他社長總統 然後把別人吃 哎 腳下 不是只有這種 我們常常需要社會的價值觀 來肯定我們 是因為我們可能 在念書方面 我們是非常的興趣 然後呢 我們就會覺得說 啊 老師一定都只喜歡 功課好的學生 老師都喜歡我 好 我們就會認 自己已經先認定了說 只要我念書念不好 我就是一個沒有價值的人 好 自己已經先給自己一個設定了 可是每一個人如果都是念書 誰要去種錢呢 誰要去捕魚呢 誰要負責清潔 當今進到我分呢 大家都念書好了 我們就念了一團髒亂的社會 對不對 你自己念書念好 保護啊 對不對 還要去積衣服啊 好 你就自己一個 其實都是固定 它永遠是存在的 所以我們總是會說 總是會看別人說 哎呀 他已經念到什麼學校了 然後鄰居都會再問說 你要不要自己念啊 你要不要怎麼樣 就開始跟人家 才那種比較清零 那你就會覺得說 我只要念到什麼 我只要念到大學 我只要書 我只要念到博士 別人看我的眼神就會不一樣 其實 這些都是搞這樣的那種 很順心嘛 如果今天一個人在什麼 帥 你可能一開始 會給他一個讚嘆 你會說 啊好帥喔 好漂亮喔 你甚至沒有發現 你真正的好朋友 就是說 你真正聊得來的人 或你真正欣賞的人 不見得就是最帥的 最漂亮 而且你會發現 你的好不喜歡的那個親人 可是你怎麼看都漂亮 對 媽媽看出來 我怕你懷得到耶 我怕你懷得比耶 好 沒得比呀 我的女兒是最美的 別人沒得比 他已經超越了一個外在的獎項 好 所以這是一個 一般的民私 我們其實都容易這樣子 好 不是只有別人口學也是啊 其實很多人大家都是這樣 我會去民宿廟 然後別人來給我們鼓勵 啊你考得很好 啊考上怎麼去上 啊你是哪 如果說我們每一個人 我們在生活上 期待我們做什麼事 就別人來給我們鼓掌 這只是一種小丑的表現 只有小丑在台上表演 然後讓大家笑他鼓掌 表演好 這樣子 所以我們不用這麼醜 我們只要可能 這是心中的東西 所以我們已經忘記我們的真我 什麼是真我啊 大家都知道 千祢你就會信 我們自己信 每一個人都有 每一個人到這個世界上 都有他的使命 都有他的責任 都有他該做的事情 所以我們是不是已經忘了 這個天覺 目前裡面講到天覺嗎 覺位的覺 我們不要的 我們短暫的人覺 我們都太確定去追求 我們已經忘了我們的天覺 上面總共有五十 如果比人都一樣的話 真的沒什麼好玩的 好 那接下來呢 現在有什麼樣的問題 好 在這個社會 現在產生一個問題就是 立體不立他 而且就是因果觀跟輪迴觀的一個區為 很多人 我們都說啊 我們是新世紀的人 我們是年輕人 我們像年輕老人 LKK啊 像是什麼因果暴力 因果循環 什麼輪迴 都派的啊 如果是五人的 可是這個是如此嗎 當我們的 當我們的 中國觀念 當我們的 輪迴觀消失的時候 我們這個社會 很容易成為一個 以短期利益為目標的社會 什麼叫做 以短期利益為目標的社會呢 立體不立他 我自己好就好 反正我現在世界上 我只活 活這麼一次 我也不知道 活到四歲 我能夠花多少的盡量花 我能夠用多少的盡量用 反正我就只活這麼一次 然後你就會 好像你就是這一個 這個世界上的 最後一代的感覺 啊 下面不會有下一代的人了 我就現在盡量浪費 盡量浪費 沒有建設就只有浪費 只有消耗 好 這是一個 可為值得去深思的位置 啊 我們常常說 人是萬物之靈 我們會說 我們人比動物還偉大 我們人比動物很厲害 但是其實 只要你仔細去觀察 世界上這個萬事萬物大 很多的明星都值得我們去學習 包括動物的行為 包括級物的生長 天地日月 什麼東西都值得我們去學習 我們說啊 我們人是最有良心 真的有道德 真的是這樣的 動物就沒有嗎 其實萬物跟我們是平等的 我們現在就來提一個例子齁 我們主要是在例子 我們就先稍微說起一下 呃 後誰在 看到一本 叫 國家利益雜劇 後誰看到這一篇 剛才其實被這個封面所吸引 好可愛 真是太可愛了 後誰第一次看到一個動物 你看他 因為他是攝影師 很近的去找他 把那個攝影機呢 摸到他的面前 所以他 你看看他整個身體都是圓的 好眼圓 眼之物好圓 而且好爛 好可愛 那最後一副 因為他從來沒放攝影機 他就這樣認真 因為在那邊研究的學者 已經跟這些狐猛打成一片了 所以他跟他的感情非常好 他就覺得攝影機很奇怪 然後他就衝到前面 就這樣是大眼睛給他 那後誰呢 看到裡面的報告之後 非常興趣喔 就到網路上去抓一些圖片下來 不過我們這個東西 他是哺乳類型的動物 他他非常有趣齁 我先來看一下 你看 都滑 乖乖 看了一條 睡好不容易喔 不好意思 現在給大家看起了圖片 就可以下課了 快出來吧 好 他都滑水很緊急 過了 所以你們會覺得往下 往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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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一段蒙是 過程的電腦送出來 其實他加一個停在這邊 你這樣看得清楚嗎 他的程度是 胡蒙高高展 胡蒙這種中動物很有趣 他是在 柯安阿里沙諾 一個這個 溫差很大的地方 但是你看他那個很可愛 嗯 他很喜歡這樣 他本來是這樣 他很平常這樣站緊 剛剛他 成年的胡蒙大概只有30公分 就是如果加上 那墊腳 Myers 然後捏起來30公分 然後牠很可愛 牠每次都喜歡做熱動作 那我們先來看一下 看下一張 這是牠們在守衛前的那個動作 牠們很寬解喔 方向都一致 然後我們再看下一張 好 牠們 因為牠們你知道 蝦洞牠燈差非常大 牠早上睡還非常的熱 可是牠到了晚上氣溫就會昇降 所以在晚上的時候 牠們都會戳在一起 互相清暖 等到牠們早上的符號再站起來 然後在那邊曬太陽 對著太陽曬太陽 好 這是牠們小的是像左下方 那大致的 是有守衛的這個功用 那我們再看一張 好 這是牠的不同的方向 不同面 好可愛喔 然後為什麼 為什麼會想要特別請牠們呢 牠這個哲乳也很有趣 我們常常說我們人會互助 互助 非常偉大 親牠們互助 更偉大 牠們真的是 天用時跟我們學習 我們剛剛說呢 牠一個一個團體 牠們是一個一個小族群 那我們常常說我們人會幫助鄰居 會幫助我們自己的親人啊 等到有危難的時候 我們就照顧牠 鄰居這個動物更令人可敬 如果說牠成人 成人的鄰居呢 三十公分的話 如果按照牠的僱助合作的特性的話 牠算是一個巨人 所以標題說牠是相當中的巨人 為什麼說牠是巨人呢 假設牠們一個團體裡面有八隻成的 成人的鄰居 牠們只有其中兩隻會負責 擔任下一代 那其他用去做什麼 第一個 做保護 第二個 做護衛 戰勝 所以牠們就會站在比較高的地方去守護 而且你會 因為有時候我們會想說 那一定是牠們的親屬關係 錯啊 牠們當中並沒有任何親屬關係 可是牠們會為了牠們這兩個人 兩個成人的鄰居所生的下一代 進行牠們負責保衛的這個責任 牠們不會去反映 其他練師成人的鄰居不會去反映牠們的下一代 牠們的所有工作就是去當保姆 還有去守衛 甚至為了做這兩種工作 然後去殺吃牠們的其中 所以你會看說 牠甚至不是自己的親屬的動物 牠們都能夠去彼此互助和做 但這個時候我們就會去回想一下 我們的人民真的是蠻慧愧的 那會學成一個網路上 你會看或是念 不是那個後面你巴士剪刀在念 等一下再講好了 我們就先休息一下 謝謝 再次到這邊 我們非常非常久的理想 在外面有火棒 稍好動作快一點 好 我們現在齁 我們今天請我們五獎師來為我們 進行下一段的演講 我們今天掌聲歡迎一下 各位我們剛剛辛苦了 動一下身體 那現在我們就進行下半部的一個分享 那剛才後全英偉講了順序上有點問題 剛剛跟我講的這幾個孟子裡面所揭露出來的一些句子 那我們常常說在這個社會上太不引用我們的東西了 沒有引用都在示範 所以平常我們可能還 如果說我們都每天都出來升山 升山裡面 然後都沒有任何東西來引用我們的話 我們就能夠活得很清晰寡靡對不對 可是只要你一探入這個社會 連到買到公司你本來沒有買東西 你把它拿一下買 這個也要買 這個也要買 買一大六回去 為什麼我買什麼東西 好像都不需要的 就買了一大六不需要的東西回去 因為你看到 你就覺得好可愛啊 你就想買下來 然後你說 欸不錯很吸引很特別 又想買下來 但是看到好吃的 你聞到 聞到香的東西 就好想吃喔 好所以你會發現 我們好像很容易去動搖 本來你講說不行 絕對要減肥 不能再吃下去了 可是每次你看到東西 沒關係 今天吃完 你沒有差那麼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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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這裡呢 後來我舉了兩個例子 孟子他曾經講過 他說 人之於深野兼所愛 兼所愛 兼所愛叫兼所養野 我取寸之乎不愛戀 則無取寸之乎不養野 什麼意思呢 怎麼對我們的身體 我們都非常非常愛惜 我愛我的手 我愛我的臉 我愛我的頭髮 所以我要去保養 我愛我的身體 我要去運動 讓他更強壯 有那三頭肌肌肌肌肌的 好 所以說你全部都很喜歡 今天就是所有的 全部都喜歡 所以你就全部都保養 沒有矢寸的基督不會喜歡有人 然後你沒有愛 所以即進度能去保養 也環勞怕時間啊 好 鍛鍊一下身體啊 強壯一下 那 那我沒有如何去思考說 這個人保養的好不好 好還是不好 其實看看在於哪裡呢 其實最後一句最重要 於己以群之而依應 我是只要保養我外在看到的東西 我的耳朵 我的嘴巴 好 我聞到香的我就想吃 我看到漂亮的我就想穿 好用的我就想用 眼睛看到喜歡的我就來買 你是你保養這些東西 還是保養你內這樣 保養你的內心保養你的自信 所以 於己只是而已 沒有別人可以告訴你 沒有別人可以去控制你 只有你自己能夠告訴你自己做 所以我要保養哪一個部分 我要保養哪一個部分 我要維持哪一個部分 好 體也會見有小大 微小太大 無理見還會 羊氣消水有微小人 羊氣大小人 大人啊 你說大人也嗎 好 你是要 從剛剛有意味就叫做 異物而不異於物 什麼叫異物 努力的異物 我們要去使用東西 但是我們不要被東西所使用 我們不要被它所牽著走 異物而不異於物啊 不被東西牽著著走 好 那我們看下一則 好 麻煩那個錢先準備一下 那第二則呢 也是有關於孟子所講的一段話 好 我們看下一段 他說呢 公公子有一次就問他說 軍事人也軍事兜嘛 軍事人也或為大人 或為小人 可以啊 有的人就可以成為大人 自由的人就變成小人 孟子曰 從其大體為大人 從其小器為小人 但是前面那一則 我們都解釋過了 現在各位所謂應該清楚 前面是大體是小器 我們要用我們的心 來主導我們做事情 還是用我們外在感官的欲望 來做事情呢 我們是要被我們的嘴巴 被我們的鼻子 被我們的眼睛控制拉著走 還是要讓我們的心去尊責 還是要讓我們的心去尊責 他說 從其大體為大人 從其小組為小人 軍事人也 或從其大體 或從其小組 何也呢 為什麼有人 他就能夠讓他的心去控制 他的行為 有的人就偏偏讓他外在的一些器官 改觀去控制他自己的人呢 好 麻煩再按一下就有下一段 好 他說 因為耳目卻不讓我不思 耳必入 我們這個眼睛 我們鼻子 我們嘴巴 我們接受到外在的反應是直接的 我們看到漂亮的 有沒有說漂亮 我們聞到香水 我們想吃 所以它只是一個物體 它很容易被引導走 很容易被牽著走 我們這些器官都是沒有思考性的 好 它是自然的反應 聞到了 我肚子不會入住一下 這是自然的反應 它是耳 好 那 如果 它容易被物所引誘了 所以它就被蒙蔽了 那物交物 我們這個外在感官跟外在的東西 合在其量 互相影響 然後被好朋友了 則引居而移 我們的身體 我們的器官 我們的感官只能被這些東西所影響 大家不懂 心理官 德施 我們的心是可以思考的 私擇得材 如果 為人羈追 102 誰可以 我們就會去思考 有學會去信 先離력地洗大學 dollars os 沒有成為大人 去思考 我的嘆 趕緊 glo 我小女兒也說 恨恤 那是 那是 目標獲得好盡情的想 啊 為了我們現在 年輕人 像是 因果循環啦 輪迴啦 這些在年輕人的臉底當中 都是感覺好像是 不該被請起的 覺得說這個是老的人才會相信這種 這種東西 可其實是真的這樣子嗎 我們跟 我們來想一下 從因果報應這個 他念下去看的話 其實因果是 不信嗎 因果是 老舊的東西嗎 我們在我們任何 做一件事情上都可以看見 因果 對不對 我今天丟了一個香蕉石 我走過去就花大 我今天打零一下念 走一圈 這本來就是因果 有因就有果 正瓜哥 這從生物上 從醫學上 全部都是 其中一圈的 全部都有因就有果 這個就是 一個老舊的觀念 它事實上是不停的 發生在我們生活當中 最近後來看到一個報道 很蠻空洞的 都有 看到電視上的報道 一個小女孩 很多隻的野狗 一起咬 然後旁邊的路人以為 那個是羊娃娃 可是沒想到那是小朋友 被咬得奄奄一刺 這個時候很多人就會說 那野狗就是沒人性啊 沒天涼啊 抓那個 該把它抓去 全部都弄死啊 大部分的反應都會講 沒有錯 可是 你有沒有體驗想過 人家要體驗想想 為什麼呢 為什麼 野狗會這麼多 為什麼野狗會咬人 有的人平常看到狗 就喜歡聽到人家 有沒有 有沒有看到那種小朋友 就記住耶 看到狗就 人家本來狗這樣就沒事 他就拿石頭去丟啊 或者是跑去追啊 嗡嗡嗡這樣子 然後狗他自然而然就會有一種 性情大變的感覺 他就覺得那種 只要是長那個兩隻人 都是要嚇害我 他就會很習慣 你有沒有看到房間 還有一次 還有一次有一種很大的原因 就是 為什麼會有這麼多的野狗 各位我大概就知道 因為很多人愛狼 可是養了一口養了一半就不要了 如果你被人家照顧了好久好久 突然有一天狗不要了 你會覺得非常難過 你會覺得 為什麼會這樣 為什麼會這樣子對人 對不對 氣之必死 本來是紅得像什麼一樣 那狗也是一樣啊 他也是有甘心的狗 為什麼今天會有這些野狗來咬人 都有他背後的因素掙扎 所以有的時候開事情 我們就能只看到表面 你錯 你對 誰錯 誰對 其實他都有他的野狗 我們常常說 菩薩為因 眾生為過 我們只會靠你的果 我們都不知道 其實是我們自己做的野狗 所以英國的觀念 事實上還是非常可惜 現在來輪迴觀念 輪迴觀念 真的是假的嗎 大家這個人應該不要去相信 他這是老舊去思想的嗎 各位夥伴你仔細想一下 比如說 以前講什麼 上個輩子的事情 哪會知道那麼多啊 幹嘛想一些沒有的 什麼前輩子 那些都是老人在講到 可是 你有想過 你如果不記得的東西 就代表他沒有存在過嗎? 上個月的今天 今天去27號嘛 那請問各位夥伴 你們 9月27號做了什麼事啊 你8月27號做了什麼事啊 你去年的這個 27號又做了什麼事啊 你完全沒有印象對不對 那麼近的距離 你都沒有印象 更恐慌是 上輩子 所以你要不要相信輪迴觀嗎 相信輪迴觀真的都是老化的嗎 我們看一下埃及人 埃及人他們的輪迴觀非常的強烈 他們一直相信他們有來勢 所以他們有一個很偉大的什麼 很偉大的建築物 前一陣子是那個古巴金字塔啊 全球直播 或許這個層景大家想要去看 你的期盼很久 那他們為什麼會有這麼偉大的建築 是在於他們的思想 他們相信有來生 好 最多一開始 我們剛開始 剛開始比較早期的歷史學家都認為說 建造金字塔是美麗 但實際上變得死 好 以前的人都以為說金字塔是他們打架 然後俘虜了很多奴隸之後來幫他們改 其實不是 經過研究發現 其實金字塔的建築 圍圈圈圈他們自己的原因 他們自己的人民花他們的力氣 甚至住在那附近 然後就為了建造那一座金字塔 因為他們相信有來生 他們相信每一個人在你的意識上 只要你補合功力做的事情 都對於自己的來生 你就能夠獲得連勝 所以說這樣子真的是一個不好的嗎? 你看他們對未來有一個期許 有一個憧憬 他們能夠見到自己的來回答 全部都是他們自己的人民的信念 所以我們說這個信 這個全信 真的是一個一大大力量 好 所以 都讓我們不要去覺得說 因果觀和美觀就是老舊的思想 也許是我們科學人還夠發達 沒有辦法去弄 我們慢慢去弄相信 好 可是呢 這些都是我們可以去思考的地方 而且呢 我們剛剛講到 歷史不歷差的部分 高伙伴可以只是思考一下 你生活上 生活上不可能是跟著你 有時候我們可能在路上稍微掏忙 有時候我們可能發生了一些意外的狀況 你會發現幫助我們是一開始在最極難的時候 幫助我們是家人嗎? 其實很多時候 當我們在社會上發生的狀況 幫助我們是陌生人 如果每一個人都只想說 這不關我的事情 這個是我的家人 這也不是我所要注意的事情 車禍我的人死在那裡 沒有人可以去管理 好 所以你會發現 其實路上有車禍發生的時候 但是各位幫助他的 幫助那個患者的 其實不是他的家人 在第一現場 像是如果是空難啊 或是甚麼一些災難的話 幫助他們的也不是家人 在第一現場裡面永遠都出現 因為他們身處他們不給亂 對 如果每個人都只是想到自己 而沒有去想到別人的話 這個社會是非常可怕的 以後你交流到的成績 是沒有人能夠幫助你 所以這個道 稍微注意一下 再來第三者 就是傳統遇到的觀感到漠視 當然有很多啦 像新年代的人 很多會覺得說 哎 公聲咪 公聲咪 孝順啊 公聲咪 愛武 有禮貌啊 都不用啊 自己像中的大學啊 很小 是因為沒有甚麼幸福 會老師來的時候 還要起立敬禮 老師好的有沒有 其實沒有啦 甚至是老師來等學生 學生一個都還沒到 因為啊 學年都玩太晚了 所以過頭 所以都是老師在這邊上課 然後學生都還沒到 那有的時候 像後學在學校服務的時候 後學就會有一個新鮮的機會 其實 我們從以前到現代 有很多 比如中工距離啊 考治你多月這些 真的或是不必要嗎 是多元的嗎 其實不是 我們傳統的音樂 我們以理來講 好了 理啊 在古時候 就是在新周時期 就是秋月的時候 有很多很多傳作的理解 我們去看一下 古代文憲的這個記載 你會發現說 喪禮婚禮 好多好多的規避 但是就會覺得說 哎呀 諾麻煩感什麼啦 什麼愛趣都包括 幹嘛這麼麻煩 就過來就好啦 對不對 好 那那個喪禮 諾麻煩也就好啦 為什麼要那麼重雜呢 還要不準 還要規定人家說 你第幾天開始 不可以哭 然後怎麼樣怎麼樣 有的沒有的 為什麼要這麼多規定 其實這些規定 照理來說 它都不完全全 按照人的本性來出發 真的是這樣 好 其實簡單來講呢 人它是你的內在一句 我們是依照人 你們本身的人心 好 這個自信來去制定這些法 這些禮節 那你呢 是人的外在的實現 所以他們兩個是互為 互為那個 互相揮應的 也就是說呢 我們心裡說 老師我對你非常尊敬 我很尊敬你咧 可是講話都沒大沒小 哎呀老師啊 哎呀怎麼怎麼樣 我們現在都希望所有老師 能夠跟學生 意識自由對不對 剛開始的時候後學 就是盡量嘗試講 希望學生能夠跟後學講很多 他心裡面能化 啊 所以有的時候就會 哎 覺得心中一點也沒有關係 哎 可是後來發現不對 會有差別 如果你缺乏了這個 你的這個部分的時候呢 常常就會愉悅的規矩 學生就會說 啊老師你咧咧咧啦 或者是已經跟你 甚至把你當晚輩了 老師你不要這樣 就不對啊 你怎麼樣 好 你本來是一個想要用一個 比較 頭髮的這個手段 去跟他做朋友 而是相對的 他也就會覺得說 老師你不在這間禮節啊 我就可以做便 那你心裡面常常說 我尊敬老師 我尊敬什麼 可是你做起來 卻不是這樣 那所以說呢 為什麼我們平常 在博文堂裡面 我們一來到這裡 我們要先去參加 然後或者去做我們上下課 都有所禮節 第一個告訴你說 現在已經上課了 第二個告訴你說 誒 這是一門 這是一門 要學習的課 要分享的課 我們一定要用水道 嚴肢的心去看待它 比較正經的心去看待它 就隨著便便 對這些禮節 他為什麼要先做 都是有原因的 只是後來我們人 只是太接受那些禮節 而去忽略了 他們把你們的禁止 歡迎光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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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道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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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羽毛 中文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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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 李宗盛